醒目一响咱们是书归正传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侍卫萨姆坦 五代鄂尔登阿率领着自己三十名亲随 跟随巴德克山韩国的官员就来到了大小河镯的坟墓 按照人家当地人的习俗啊 向着大小河镯这等身份的人下葬啊 都有屋子 这屋子的名字叫麻渣 这种楼葬的方式啊 其实不奇怪 说远的吧 出北京城望北 有个地方啊 叫张家口 张家口有个县叫雇园 这雇园呢 有个梳妆楼 那个梳妆楼啊 就是楼葬 也就是麻渣葬 那么说近的有没有啊 也有 北京城往东啊 湘河县 过了河就是 说在这个运河边上有这么个村子 据说呀 这金刀杨令宫就买这了 那么说实际上是不是呢 是的可能性啊 微乎其微 这说不了讲不起啊 人家这个县制上可是这么写的 只不过说呢 在这县制上写呀 这杨令宫的坟也埋在了一个楼里 这俨然呢 就是楼葬 麻渣葬 在元朝的时候 北京城郊大都 在这儿的色墓人呢 多了 有这个色墓人呢 叫门中人 在这儿起一个麻渣 埋葬一个仙人呢 不新鲜 单凭这个墓的特征啊 我就敢说 这儿肯定 它不是杨基叶的墓 哎 咱们扯远了 继续回到咱们这段书当中来 三名侍卫 刨开了小河卓 获鸡站的墓 把这个熟悉小河卓的人 叫过来辨认以后啊 大家异口同声 说没错 哎 这具尸体啊 它就是小河卓 获鸡站 于是呢 这三名侍卫 把小河卓 获鸡站的头颅打包 经过处理之后 装入锦盒呀 派了专人看守 这才要刨 这个大河卓 波罗尼都的墓 正要刨的时候啊 这帮勘焚的士族 可就说了 不行 您呆 别刨了 哎 这里边啊 没有尸体 这大河卓 波罗尼都的尸首啊 哎 丢了 这三位示威一听啊 鼻子都要起歪了 什么您呆 丢了 鸡鸭能飞 牛羊能跑 这些东西丢了 我都信 说你们家孩子丢了啊 都不信心 为什么 他有腿是活的 这尸体躺在坟里丢了 你说我们能信吗 那这帮勘焚的仆人说 那俨然吧 您不信 我们也没辙 就在把这个大河卓 波罗尼都 埋进这麻扎的 第二天早晨起来 我们一看呢 这坟上 有一大窟窿 望里一看呢 失手没了 那自己跑了呀 那肯定是不行 那俨然是被人盗去了 要不这呢 就是显灵了 我们大河卓 波罗尼都 曾经说过呀 自己死后 不愿意跟这个小河卓 霍鸡瞻 埋到一起 愿意啊 埋到这 喀什嘎尔祖坟里去 有可能 是显了灵 我们这大河卓 自己溜达回 喀什嘎尔 躺进这 白山派河卓的 祖坟里去了吗 这鄂尔登哥呀 听完了之后 残眉倒数 呸 赶紧给我刨 可是果真呢 刨开坟之后 望里一看呢 空空如也 里边什么也没有 您想 这会儿的 三明清朝的使臣 能干吗 立刻呀 就把陪同而来的 巴特克山 韩国这位官员 叫到了跟前 指着这个空坟呢 对这个官员 就挤出了两个字 解释 这哥们看完了空坟之后 舌头都吓短了 这这我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解释什么呀 这俨然是没了 于是赶紧传令下去 把在这儿 看坟大小 合作的仆丛啊 全给我逮起来 在这儿待着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群人 稀里呼噜的 就回到了驿馆 巴特克山呢 这些留守的官员 琢磨了 我们大汗不在家呀 这沉重啊 不能我们担着 不用这清朝使臣交代呀 可就给这群 勘奔的少爷呀 用上飞行了 您查着钢剑呢 您就能知道 有人说呀 这中国古代的刑法呀 最厉害 那典型的 就是有这么几个朝代 比如说呀 秦朝啊 比如隋朝啊 还有呢 就是那个五兆时期 实际上啊 跟这个阿拉伯 波斯地区 这个叫门中人的刑罚 差远了 在这儿啊 我不跟您细说这事 无论您去百度一下啊 还是Google一下 哎 这信息多的是 就这么狠的刑罚呀 从这个九月十三 审这帮仆从 一直审到了九月十九 巴特克山 韩国的大汗呢 从边疆 解决这边疆问题啊 都回来了 也没审出个子午毛油 这三位使臣呢 又见到了大汗 这大汗说 怎么着 我都出去这么些天了 这事还没完呢 怎么又出了旁之末节了 这大合作的尸首 怎么还给弄丢了呦 我抱着古兰经发誓啊 这事我是真不知道 看出这大汗 看出这大汗速乐坦杀害怕来了 他说 若为杀而鬼称已死 日后败露天朝岂能容束啊 哎 看样子呀 这大汗真是不知道 这三个使臣呢 还不能死心 把这个亲眼目睹 大合作被杀的人 以及杀大合作的这些侍卫 又叫在了一起 重新审问了一遍 这些人呢 还是异口同词 这大合作死在了乱刀之下 他们亲眼得见真真儿的 几十把刀插进了胸膛啊 那是死的不能再死 死透了都 那再这么着 在这儿慎着呀 没有什么意思了 就在这9月21日 侍卫厄尔登阿乌代萨姆坦 这三位大清使臣 带着小合作货机站的手机 三十名侍从压着一根人正 随行跟来的 还有巴特山韩国派来的几位使臣 这几位使臣呢 可不是只为到这个大清军营 这么简单 他们身上的使命啊 是要到北京 把这个小合作货机站的手机 献给大皇帝乾隆 并且还要向清廷递交国书 这一递交啊 就是两份 一份啊是认罪状 那认什么罪呢 第一个罪啊 就是没能交出活的大小合作 其次呢 就是让这个大合作 波罗尼都的尸首啊 丢了 被人呢 盗走了 那这第二份国书呢 那自然是这巴特山韩国 愿意臣服大清 自此以后是连年进贡 岁岁来朝 到达大营之后 这富德干的第一件事啊 那也是辨认这小合作的手机真伪 那他让谁来辨认呢 那就是投诚来的 伯克霍吉斯啊 经这个霍吉斯子机辨认之后啊 绝对没问题 这个手机啊 就是小合作霍吉兰 那咱们说书不要麻烦 这会儿的清朝的八旗大军呢 再在人家巴特克山韩国待着 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在十月初二 他大帅复得下令 拔营起寨 咱们要回叶尔腔了 当然 留下了兵丁镇守 瓦罕走廊 您可记住了 那会儿的瓦罕走廊啊 可就是咱们华下的领土了 后来怎么又丢了呢 不在咱们这部书解释的范围之内 以后啊 咱们有机会聊这个张格尔之乱 聊七成之乱 咱们再解释这块土地的归属 不几日的功夫啊 这大军可就回到了叶尔腔 大帅赵会 带领着合成的百姓 出城迎接的自闭戏表 进得城来之后 紧要之紧要啊 这赵会呀也要找人呐辨认一下 这小合卓首纪的真伪 您可别忘了 这叶尔腔城 那可是这小合卓的根据地 说说到这儿啊 我得跟您交代一句 这人呢都有归属感 您看呢 咱们这说书啊 咱们说了俩礼拜了 我带着您呢 在这两个礼拜呀 这个巴德克山韩国 也就是现在呀 这阿富汗的巴德克上省 咱们呀出镜游 小半来月了 奇了怪了 这一回到叶尔腔啊 我这心里呀 倒有点回家的感觉 这可能就是祖国 这有荣誉感 有归属感 这说书聊天啊 也能把自己带入其中 经过这些 阿洪毛拉辩认呢 也没问题 也证明啊 这颗人头就是小合卓 祸及战 那咱们为什么要重申这些事情呢 这些人的干政啊 可不白打必须记录在案 承报给乾隆皇帝 对了 这说话呀 你得负责任 好家活的嘞 有一天呢 这边疆又返了 领头造反的自称是小合卓 祸及战 你们这些人呢 都得吃瓜烙 到是不是朝廷 拿出这些档案来呀 挨个找 全部的秋后算账 这些人呢 都知道自己口供啊 干系重大 所以说没人敢说瞎话 关于小合卓祸及战 头颅的真伪 这赵慧呀 还有一个杀手锏 谁呀 就是那个库车城的伯克 恶队 这恶队就靠着他的忠诚 说起来呀 可能是大清朝 这场平回战争当中 唠叨石灰最大的家族 要说呀 他们家呀 没什么根基 大不了啊 就是这库车城当中的 一个士族 爱土财主 有钱 拜老爷而已 就是因为他 作为组长的恶队 死心塌地的 跟着清军 一直熬到这个南疆解放 所以说才成就了他 成为了这个新疆十大王公之一 这一下子不要紧呢 这家族啊 一下子就从平民 可就成为了贵族 那这会儿就有好朋友得说了 那就不对了 既然这恶队 从一开始就跟随着清军 那么应该他不认识这小河卓 霍姬战呢 他怎么就成了辨认小河卓 霍姬战头颅的杀手锏了呢 哎 没错 您是个听书仔细的人 这恶队呀 真不认识小河卓 霍姬战 一面都没见过 可是他认识另外一个人 谁呀 小河卓 霍姬战身边的贴身婢女 这个婢女呀 和小河卓 霍姬战一同逃到了巴特山寒谷 一直伺候这个小河卓到死 只因为呀 他对这个大汗呢 他没那么虔诚 巴特山寒国的侍卫呀 杀小河卓的时候 他并没往前冲 这小河卓一死啊 所以说他也没受着伤 这回呀 清军撤兵可就把他也带回来了 换句话说呀 他可是重要人证 他是亲眼看见 这小河卓死的 并且呀 他是这个恶队的侄女 是这个赵惠富得呀 可以信任的人 这里边啊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没提到名字 他是归顺清军的一名 布鲁特的阿奇木伯克 哥现在话说呀 就是这个塔吉克斯坦 某个城的城主 归顺的大清 巧了 为了保护大河卓 波罗尼都 被砍翻了那名侍女 前文书咱不是说了吗 后来又被抢救活了 名字叫做吉尔嘎勒 小河卓货站呢 那是从小被这个吉尔嘎勒 带大的 不是奶妈啊 就是保姆 那么说这吉尔嘎勒呢 是这位伯克的表妹 这么一来呀 都是不用神了 这亲戚套亲戚的 剩下的就是套真话了 在亲情面前呢 看样子这二位呀 肯定是不说瞎话 这二位表示没错 这枚手记呢 正是小河卓货站 这件事啊 就算是板上钉钉了 哎 说实话呀 咱们这书说到这儿啊 我舍不得往下说呀 从这儿往下说 全算上咱们这部书 还有一级半 难在哪呢 难就在今天 往下的这半部书 我是先陪着您进京朝圣 先把这脑袋交给乾隆皇帝呢 还是跟您一起呀 咱们先找着这个大河卓 波罗尼都的下落呢 哎 算起来呀 它有点难 多嘞 今儿我大方点 咱们把这两件事啊 都交得清楚了 所以说呢 我这说给的多 您就别说我这时间跨度 它有点远 咱们先说的这个日子呀 是乾隆二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庚子 按照功力算呢 这一天呢 是一七五九年的十二月 十二日 请高宗皇帝乾隆下旨 赏赵慧宗史公品级安太 赴得进封侯爵 赏代双眼花灵 明锐阿里滚赏代双眼花灵 舒克德等大臣 交力部从幽异序 历次战役当中 有功官兵是各有封场 阵亡者从幽 加倍抚恤 所有这西装在外的兵兵 多给俩月工资 驻守叶尔强的兵兵 再加上一月工资 就在乾隆二十五年的正月 这乾隆皇帝在五门之内 举行了盛大的纳降仪式 这叫什么呀 这叫县府礼呀 乾隆皇帝和一干大臣 高高的坐在五门之上 五门广场上啊 浩瀚巴德克山 伯格尔等地的使臣 是跪到了一片 您看了吗 这使臣旁边啊 有一个小木匣子 这个锦盒里装的 就是小合卓货席站的人头 高宗乾隆皇帝下旨 命悬逆贼货货席首尽 于街区 真不客气 找个热闹的地方 给他挂上 那么说了乾隆年间 这北京城哪热闹啊 我想想啊 也就是乾隆外五排喽吧 这脑袋呀 在那一挂呀 可就是三个月 那位说过了三个月之后 摘起来给人家埋喽吧 埋喽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 这乾隆皇帝 把小合卓货席站的人头啊 就做成了嘎巴拉碗 您现在呀 要是想看一眼 这小合卓货席 叱咤风云的巴吐尔汗 也不是个难事 您呢 打张飞机票 台北故宫博物院 镶金边的那个小脑壳 就是小合卓货席 按照我的脾气呢 应该咱们呀 把这个县府里 说的细细织织的 这乾隆皇帝 是怎么个态度 下边这些使臣呢 是如何表示臣服 可是今儿不行了 咱有一回目呢 我应和您了 咱得把这大合卓找着 不是 得嘞 那咱们就说说 这大合卓 波罗尼都尸首的下落 那咱们要是说的 这个大合卓呀 那崩登仓 一下子可就崩到了 乾隆二十七年 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 这清平大小合卓 胜利以后啊 从巴特山 传回来的消息 是这样的 大合卓的尸首 找不见了 并且呀 他们也没把 大小合卓的七世 后代交给清君 当时啊 这乾隆皇帝 以及这个清君 动了富人之人了 觉得呀 祸不及家人 这绝对呀 是个决策性的错误 事实证明 后来的张戈尔之乱 七成之乱 等等等等 都和这个 大小合卓的后人 有关系 那么说 他们兄弟二人 有什么后人 留在了巴特克山 韩国呢 哎 说这个小合卓呀 吴后这大合卓 那可是儿女双全的 说就在乾隆二十七年 这清朝派到巴特山 的密探可就传回消息来了 说在这个首都牌族阿伯特呀 布罗尼都的一个小女儿去世了 埋葬这个小女儿这一天呢 是个巴扎日 说咱们汉地的话呀 就是个集市的日子 让人奇怪的是啊 就是这么一个女孩去世 送葬的队伍是越聚人越多 并且到了麻扎之后啊 这些人对着一个坟头 是伏地痛哭 整整一天到这来祭拜的人呢 是络绎不绝 这些密探就顺着这些线索呀 继续摸牌 终于让他们打听到 就在乾隆二十四年那一年 这大小合卓 被大汗速勒坦杀 诛杀以后 就地掩埋 就在当天的夜里 十五名大合卓的亲随 就秘密的倒出了 波罗尼都的尸体 也就埋在了排座阿伯特 附近的山上 于是就四处造谣 说这个大合卓的尸体呀 已经被人偷偷的带回了南疆 带回到了喀什嘎尔 就埋在了自己家祖坟的附近 这些密探呢 打听好这些消息之后 很快就把消息传回到了叶尔强 现在驻守南疆叶尔强的将军是谁呀 是清军将领新柱 这新柱自己也不敢拿主意 于是就找来了 额敏合卓以及恶队 他们一商量啊 就找出来一个他们最信任的人 这人呢 是一名禅回将领 叫萨里 他对这个巴特山非常熟悉 自乾隆24年战争胜利以后啊 他就被派驻到巴特山 到那去做伯克 如果呀 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解释起来啊 好理解一点 就是派驻到那的办事处主任 通过这几年的交际呀 跟那的人呢 那简直是太熟了 这牌族阿伯特很多老百姓啊 就认为他呀 就是本国的一个大官呢 并且这个萨里和巴特山 韩国的大韩 苏洛坦沙呀 私交很好 而且萨里是个杀寡存法 很有主见的人 于是就把他又派到了巴特山韩国 让他呀 去索要波罗尼都的妻儿 以及这大河卓的尸骨 果真的这伯克萨里呀 到达巴特山之后 没废多大劲 就说服了大韩 大韩同意呀 挖出波罗尼都的尸体 让他带回大清 并且即刻派人去抓捕 大河卓留在此处的妻儿 话说就在乾隆27年的12月23日 素洛坦沙大韩呢 派着一名亲信 跟随着萨里 就来到了波罗尼都的埋葬地 到这一看呢 这不是没人管 这有人看着 在这里看守的呀 是一位谋拉 名字都有记录 叫什么呢 叫巴拉特 这巴拉特一看 大队人满来了 他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是往地下一坐呀 就不言喻了 无论你怎么问呢 我是救不开口 那有人说了 这有什么难的 把这个坟头刨开 尸骨取走 不就完了吗 嘿 坟头多了 你知道哪个坟头底下 埋的是大合着波罗尼都 这全跑了 那还不引起公愤 老百姓围上来呀 到时候这使臣团呢 哎 别走了 这毛拉不开口啊 萨里可是有办法 他可不是善男信女 可不是吃素的 从腰间的拔出配刀 直接就架在了巴拉特 毛拉的脖子上 一边问话呀 这刀刃子可就往里蹭 没蹭两下 这刃子可就挨上肉皮了 这鞋可就下来了 在这种逼迫之下呀 这毛拉也只好叹了一口气 用手啊 就随便指了一座坟墓 挖开之后 萨里一看呢 回手就给这个毛拉一个大嘴巴 这里边埋着的 明明就是一名 才去世不久的幼女 看来这就是那个大合着 刚刚死去的那个女儿 萨里呀 这回还不问了 对着这位毛拉是连踹带打 最后这位毛拉也只能招任 往里走 里边最小的那个 就是合着墓的麻扎 这些人呢 到了这个陵园的最里边啊 一挖 还就真挖出了大合着的尸体 这会儿啊 也别说尸体了 只能叫海骨了 挖开了大合着 波罗尼都的亲属六人 一共呢 是三妻三子 包括这个堪坟的巴拉特 毛拉在内 一共九个人 是一同压到了北京 书中代言 他有一个儿子呀 游历在外 可就没逮着 其他三个儿子呢 因为年幼 我到了北京城 也免于追究 后来呀 被编入整白旗蒙古 现在他的后人流落何处 史料不及被载 我们也无从考证 大合着波罗尼都的尸体 运到北京 经专人鉴定啊 确认是大合着无一 那是怎么处理的呢 大清朝对叛乱之人的处理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寡刑啊 这寡完之后 尸首怎么办呢 这尸身呢 由大兴县领走 埋在永定河边 这头颅呢 则由婉平县领走 埋在燕山脚下 要的就是你死后 也不能得全尸 至此清平大小 合着之乱时到此结束 仗虽然打完了 输没完 明天咱们还得说说 这湘飞 到底是谁